各位大家好,我是粉丝们,大家好 我和中国有没有好多个人吗? 那么首先也是非常恭喜你 在这一次的巴黎奥运会上获得了银盘 也是为我们唐井街的父老乡亲们争光啊 回到家乡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心情非常激动吧,我觉得 因为家乡也非常支持我 父老乡亲非常支持我 然后回来也给我办了迎接仪式 我觉得非常开心,非常激动 吃的怎么样? 吃的还行,因为我也不太敢在外面吃饭 因为我们有一定的严格要求 在家乡的感觉跟在奥运会备战的感觉 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那差很多,因为奥运会备战我们持续了两到三年 其实我这两年备战而已 那所以说紧张过后的放松和松弛是非常需要的 你也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跟你以往不同的比赛有没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呢? 会有啊,包括这次比赛的灯光跟场地 都是跟我们以往比赛完全是不一样的 包括像这次非常经典的是 那个羽毛球是粉色的 所以说就跟我们以往的黑色 深绿色,我们的深绿色是完全不一样 视觉上效果是不同的 这个梁王组合也是非常受到大家的喜欢了 那其实这个王长也回到了家,家乡 那这两天有没有跟他聊聊天啊,通话什么的? 没有啊,他肯定也大阪宴席 他妈妈不发了一个什么收子蟹炒年糕 对,也是邀请你过去吃 对,然后我说我有机会一定过去 但是目前来说还是比较没有时间 那网友们其实都说你们俩特别是在赛场上 像是松弛感拉满啊,这个前锋后刹的这样的一个搭配的模式 都是大家十分之看好的 这个默契度是怎么样培养来的呢? 其实这方面源自于我们平时的训练吧 然后还有我们的长达接近两年多时间的一个磨合 包括我们一开始其实没有说太多的去磨合很久 因为我们马上可能就一个月左右 我们就可以就非常熟悉了 然后你说的松弛感其实就是 源自于我们平时训练的一定的稳定性 我们平时就是怎么练的 我们比赛是怎么打 所以说在场上会显得我们非常松弛 因为我们就基本上什么球都见过了 所以说不会说会出乎我们自己意料的球 你的这个羽毛球的狂飙之路 因为我们都知道你们是从444 然后现在一直是直升了第一名 那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坚持自己的这样一个练习 然后又实现去超越自我的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以前很经常会说的 不忘初心吧 就是一出来出道的你是什么特点什么的特长 你要把它方向光大 还有就是要清楚的知道自己的目标是在哪里 所以说你会为了这个目标 而去牺牲很多东西 然后去实现这个目标 那最后也要问一下就是你未来的一个计划 还有打算 未来的计划我可能这段时间先休息一下吧 然后我可能接下来比赛可能是中公关赛 然后我是想追逐一下明年的市井赛 就是哪能拿到自己的个人单向世界冠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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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